原油价格长线见底了吗 在5月4号的分析中我们曾经提到过 在所有商品当中被超卖最严重的就是国际的原油 WTI原油价格在大跌大涨之后 目前在70到74美元之间往复的徘徊 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趋势 长线油价到底怎么走 一方面是受到需求预期的变化 另一方面则要看供给方面的定价权 究竟把握在谁的手上 我们先来看需求的预期 由此可见5月份的原油表现和区域银行的股价息息相关 油价之所以分别在3月中旬和5月初两次暴跌至65关口 这是受到硅谷和第一共和银行破产的消息影响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银行业一旦接连的破产 便然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而原油的价格对全球经济极为敏感 而这是因为市场对于衰退的恐惧与修复 令原油价格两次触底反弹 在没有根本解决掉银行的问题之前 原油的价格很难持续的上涨 而最近中国和美国工业活动数据意外的下滑 也不利于油价的看涨 钢位空头的压力依旧巨大 我们再来看供给方面 由所可见 美国的业银油产能已经接近了饱和 但库存还在不断的下滑 受到欧美政府暴力税的威胁 多数原油厂商扩张的意愿并不强烈 因此美国的原油供给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点在IEA的原油报告当中 也有所体现 非OPEC国家的原油产能已经连续半年没有达标 因此原油供给层面的定价权 已经完全放在沙特和俄罗斯等OPEC成员国手上 原本市场以为 俄罗斯受到了欧洲能源禁令的影响 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提高产能 但事实上 当前俄罗斯原油的出口量屡创新高 不断地逼近疫情前的水平 4月初甚至和沙特联手宣布减产 以提振原油的价格 而就在昨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提到减产 并重申稳定油价 也就是在本周一 美国的能源部宣布补充原油战略库存 消息面提供利好的支撑 整体来看 虽然需求限制了油价的涨幅 但每当油价大幅度下跌 便有新的供给和需求的消息 令油价反弹 65到70关口 或成为油价长线的支撑位置 短线交易以高抛低细的波段行情为主 而长线投资者 则可以等待油价向上突破 或者银行业风险解除的消息面利好 从WTI原油思想视图来看 受到本周恐慌消退的影响 油油价格触底反弹 回到了63箱体上沿的位置 考虑到区域银行和债务上限 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决图 油价的上方随时会出现强空头的卖压 日内的交易策略应该以左侧 逢高做空为主 需要关注73到74的供给区压力 不过一旦油价上穿74的前高点 便需要及时止损 而长线投资者 则需要关注油价回调至70大关的 粉低入场机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关注数据 美国方面有当周出行失业金人数 5月份费产联储制造业指数 4月份成功相受总数变化 以及当周EIA天然气库存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